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大家针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后才发现 这个问题其实不值得讨论 造成了时间的浪费 第二 公司投入了各个层级的资源 但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 预期的收益却不符合公司的期望 对公司的发展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也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因此 在讨论解决方案以前 我们还需要先明确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吗 或者说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 先和你分享一个案例吧 我曾经在一个企业开展这个高管的工作坊 我让每一个高管写下各自目前最困惑的问题 其中 财务部总监Amit写的困惑是 如何让财务部新同事 尽快的熟悉公司业务部门的运作模式呢 原来 财务部的几个新同事 除了财务知识 不太关心业务部具体的运作模式 在实际工作中 理解不了业务部门反馈的一些问题 也就不能站在业务部同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使得部门之间的沟通就不太顺畅 而销售部总监Alan的问题是 如何让生产部满足销售部的订单要求呢 当时的情况是 销售部和客户签订了合约 但生产部却无法及时交货给这些客户 生产部Alan也是一度的苦水 他认为销售部的一些订单的生产需求过于紧急 很多原材料根本就来不及采集 实在是没有办法准时交货 因为现场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问题来进行深入的研讨 请问换作是你 你会选择哪一个话题来进行讨论呢 也就是刚才三个话题 你会选择哪一个话题呢 作为企业教练 不仅要引导成员正确地说出 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还要在讨论问题之前 了解问题的现状 判断问题的重要程度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 否则白白浪费时间和资源 谁愿意辛辛苦苦地研导一整天 到头来只解决了一个毫不重要的问题呢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判断一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呢 这节课我将告诉你如何从两个方面来判断问题的价值 我在韦斯达美国全球教练大会上就学到了这个方法 那就是判断一个问题是否重要 要看这个问题是A类问题还是B类问题 所谓A类问题啊 就是重大问题需要立即解决 而B类问题呢 是不重要也不太紧急 可以展示不用解决 你呢具体可以看这节课的文字版的一张图 方便你更好的理解 那么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啊 我们该怎么界定什么样的问题才是A类问题呢 界定的标准呢 其实呢是有三个 第一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后果来进行评估 例如会导致哪些不良影响呢 第二要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进行评估 例如具体的损失是多少呢 第三要对问题发生的频率来进行评估 例如是不是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维度标准 这个问题会导致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不良影响啊 不仅包括对当事人的影响 还包括对企业的影响 对团队的影响 对客户的影响 以及对其他利益相关部门的影响等等等等 你啊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衡量 比如这个问题会导致公司业绩和利润下降吗 会影响企业生存吗 你可以这样第一个提问 那第二个提问是 这个问题会影响团队关系吗 比如导致人员争吵或者离职吗 第三 这个问题会影响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状态吗 第四 这个问题会让团队成员降低自行心和自我的一个认可吗 第五 也就是最后一个 你可以这样问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是否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呢 在询问和确定了这个问题的影响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评估第二个维度标准 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进行评估 比如你可以让提问者用一分到五分来评估严重性 一分表示一点也不严重 五分则表示问题的后果非常严重 最后你可以使用第三个标准 对问题发生的频率来进行评估 是不是经常发生呢 来进行提问 一分表示频率非常低 几乎不会发生 而五分则表示发生频率非常高 经常会发生 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这样沟通下来 从问题的具体影响 影响程度 和发生频率三个标准来分析 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重要程度 来判断出 这是一个A类问题还是个B类问题 那现在我们回到课程 开始时候讲到的那个案例 根据刚才说的三个标准 现在你可以判断出 哪个问题更值得解决吗 更值得讨论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财务部星同事不熟悉企业业务 他不会立刻给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所以财务部总监艾米的问题 实际上是个B类问题 可以先不用讨论 那么销售部总监艾伦提出的问题 是不是A类问题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下面呢 就是我还原当时我和销售部总监艾伦 真实的对话 我首先问艾伦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可能会导致哪些不良影响呢 艾伦说 如果生产部不能及时履约 满足我的订单需求啊 那就很大程度会影响销售部业绩啊 导致销售部无法完成公司制定的业绩目标 我接着就问 那这个问题不解决 会影响团队关系吗 比如跨部门的良好协作呢 事实上啊 现场销售部跟生产部同时都在 其实双方啊 都有了较大的负面情绪 甚至啊 当着我的面发生了一些小争吵 我又进一步问 那这个问题不解决 是否让你艾伦感受到身心疲惫 也不能寐呢 艾伦说 压力很大 感觉很累 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那这个呢 就是我推荐你 一定要使用这个方法 有时候最简单的判断 这个问题是不是严重 你就问他 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如果他能呼呼大睡 其实这个问题啊 一点不严重 你可以跟他说 要不换一个问题吧 那么最后啊 我问艾伦 那这个问题发生的频率是如何呢 艾伦回答说 经常发生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话 我们发现 如果艾伦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会对当事人本人 造成严重的后果 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问题就是个A类问题 需要立即解决 另外 在判断这个问题 是否重要时 你不仅要站在本部门 以及本人的角度看问题 还要看其他利益相关人 比如 还有哪些部门 或者哪些人 乃至整个组织的整体 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呢 具体 他们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影响的程度又是如何呢 刚才是问你嘛 那现在同样问题是问他们 你一定是一个问题 问所有相关人 才会对这个问题 有清醒的认知 那针对上面 生产部如何满足销售部 订单履约要求的 这一个问题 你还可以继续追问 当时我就进一步发问 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对市场的客户 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艾伦说 会导致客户不满啊 造成客户流失啊 那我继续追问 那这个问题 还会影响到哪些部门呢 这个时候啊 质量部的负责人就说了 在不规范的流程下 生产部加班加点 也玩不成订单 临时交货的产品 就容易产生质量问题 就会增加质量部的工作量啊 企业计划协调部的负责人 这个时候啊 安耐不住郁闷的心情 他表示 各个部门协作效率很低 他们需要长期 在多个部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需要你从正面反面 两个方面来进行提问 我们不仅要问 如果不解决会产生什么后果 还要问如果解决 对谁有什么好处 有多大好处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处 好 刚才说了衡量一个问题 是否值得解决 第一个方法 是要看它是A类问题 还是B类问题 除此以外 衡量问题是否值得解决 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要看问题解决以后 是否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好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企业的战略目标 是通过提升用户的忠诚度 鼓励用户重复购买 从而提升今年的业绩 而你要解决的问题 却是通过网络广告 提升品牌知名度 从而获得潜在的新用户 来提升业绩 这样啊 即使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可是啊 预期的收益 也跟我们的战略目标不吻合嘛 对吧 我们要的是老客户 你做的是新客户 所以你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的问题了 因为企业层面的战略目标 请记住 要永远放在个人或者部门预期收益的前面 好 让我来小记一下今天你学到的内容 在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啊 你要衡量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从而判别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立即解决 而衡量一个问题的重要程度 你可以从问题的具体影响 影响的程度 以及发生的频率三个纬度标准 来判断需要解决的问题 到底是属于A类问题还是B类问题 而在判断是否为A类问题的时候啊 你不仅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也请你站在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角度 来审视这几个问题 最后 你要进一步提问 也就是如果问题得以解决 带来的预期收益是什么 是否会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我刚才说了 企业目标一定要放在部门目标 和个人目标之前 通过层层的这样一个追问啊 你就能够判断这个问题 是否需要利息解决了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听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将学习开放式提问 这一个非常棒的提问技巧 今天我给你带来的一个思考和实践是 请你试着回去和跟团队伙伴开一个会 你让大家呢 整理出各自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提出解决方案以前啊 请你用今天的一个知识点来区分 哪些是A类问题 需要大家坐下来认真商议 而哪些是B类问题 可以先不用解决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分享你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请不吝点赞订阅